春季电脑展昨天开展吸引了6万人参与 而明天将会是第一个周末假期 月料又会挤到水泄不通 这次啊这下沙最多的就是笔记型电脑了 一台和外面相比 至少便宜4000到7000块 春天展开跑第一天6万人次参加 第二天业者还是卯足全力充满器 穿戴科技区吸引不少好奇目光 这个安全帽打出方向灯 4月1号开始脚踏车 煤装车铃和警示灯要罚钱 就没听 现在转换右转了 右转过了 如果前面有车子我要煞车 它就有煞车灯 而这款手表叫做通话记不清 可以通话也可以计算部数里程和卡路里 也可以拍照录影看影片五千有找 除了星期吸睛电脑大战也开打 发售K450CC钢琴烤漆漂亮好清洁 一共四色受欢迎 原价23900下下到19900 电竞电脑G56JR 也是下杀4000元 现在原价是23900 现在特价都在2万块以内 还有提供蓝牙的一个无线的键盘 还有送一个原厂的大背包 也有一个原厂的皮套 原价格取胜 有人送离抢客 三星Note Pro 12.2寸 送大背包 还有蓝牙键盘 Tap Pro 10.1寸 送真皮皮套 2014春电展到下个星期一 预计带来40万的人潮 记得程世阿林正坚 台北报导 2014年 2014年 2014年